运动锻炼是个宝 但如何科学运动 你真的了解吗 这运动当中是学问大有所在 这是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在里面的 没错 这些日子我们的门诊就来了很多 因为运动量 机身后身体不适的 所谓的运动达人 这些很多都是由于 不科学不健康的运动行为导致的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专家带来几招自测 现场之招 可以做类似招拆猫的动作 当小臂旋转时 如果动作变形了 会有疼痛 说明肩关节可能存在轻微损伤 确尔有最关心的运动问题大盘点 听权威专家为您一一解答 得了骨质疏松 那咱们还能锻炼吗 骨质疏松必须锻炼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运动锻炼是个宝 健身减肥身体好 男女老少都适宜 门口低来花钱少 加入健康运动队 相伴锻炼节奏妙 热身运动最牢靠 一生健康乐逍遥 大家好 欢迎加入健康朋友圈运动队 我是队长方亮 大家好 我是队员阿智 大家好 我是队员小鱼 看到这阿智小鱼啊 运动热情非常的高涨啊 现在这个气氛特别好 身为队长 我是很欣慰的 这不是奥运会刚刚结束吗 这个奥运精神太震撼了 我现在这个奥运的热情 这运动热情是又高又胀 这一会儿呢 这个咱们睡前 咱们节目结束 我再去跑两圈 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啊 我之前运动量太少了 都没有找到运动精髓 现在啊 我这个运动热情特别的高涨 咱一会儿下来节目 咱们就好好运动一下去 你们就光自己运动啊 没找点队员什么的 咱们需要小伙伴 说到队员 你们找的怎么样呢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我看一看啊 哎呀 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位队员了啊 上到六十九 下到刚会走 这不还有一个最小年纪 刚刚七岁 跟着爸妈一起来报名的 嗯 效果不错啊 来来来来 掌声鼓励一下啊 鼓励一下自己啊 你看看 人人都运动 但是呢 运动是否科学 是否健康呢 这是有讲究的 那接下来 身为运动队的队长 那我得为大家 隆重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队的特色 那就是由专业医生 制定运动计划 拥有科学完善的运动体系 怎么样 心不心动呢 那接下来 让我们邀请 今天的重量级嘉宾 掌声欢迎 来自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 冲击波治疗中心的 李培医生 掌声有请 主持人好 陪诊团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的 李培大夫 李培 博医师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 冲击波治疗中心主任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冲击波专业委员会 骨与软骨再生修复 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 科普分会 关节修复学组 常务委员 辽宁省冲击波 医学教育与培训 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欢迎李老师 李老师您看 咱们健康朋友圈运动队 已经出具规模了 咱们运动健身的需求 那是相当的高 对吧 是有科学讲究的 对 这些年来 全民健身运动 开展的确实很好 我们很多人 也从运动中 获得了获益 得到了很多好处 那么我们大概运动 会有些什么好处呢 首先呢 我们有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 叫强身健体 是吧 我今天呢 提出点我自己的说法 叫强心健体 不光健体 强身 还有利于 身心健康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人 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很多有焦虑症 有抑郁症 你通过体育运动 都会有所改善 坚持运动的人 都知道 运动以后 大汗淋漓以后 你会身心愉悦 不管身体愉悦 心情会很愉快 我们前几天 看一个段子 就白岩冲在讲 他说一个现象 很有趣 就是 现在学生 有不少学生 血液压力大 有焦虑的 什么抑郁的 甚至有自杀的 他说你看这个 运动系的学生 就很少 为什么 对 运动不仅强身 还健行 所以有益于身心健康 是一项 特别值得推广 和倡导的 全民健身运动 既然运动有这么好 这么多好事 是不是我们 越运动越多 那么整天去跑 是不是更好 不是 那么谁 要强调科学运动 什么是科学运动 就是根据你的年龄 根据你的运动的 时间长短 运动的基础 根据你的身体状态 选择适合你的运动量 和适合你的运动项目 这样的科学运动 才是我们倡导和推荐的 没错 这运动的确是良衣 那说到了运动 我们都知道 生命在运动 它对我们身体 的确也有好处 而且刚才 听李老师这么一介绍 我就发现 这运动当中 是学问大有所在 这是有很多的科学技术 在里面的 这个科学运动 这个理念 一定要深入人心 对 动得太少和动得太多 都不利于身体健康 毕竟这个身体 需要休息来恢复 肌肉也需要 在休息的时候生长 所以运动太多 或者运动量 运动强度太大 不仅效果可能的大折扣 有时候反着 适得其反 更有可能导致 抵抗力下降 运动损伤等 一系列的问题 总结起来 就是运动也动了 汗也流了 比最后身体再累快 没错 正如刚才所说的 运动是良衣不假 但也需要预防损伤 这些日子 我们的门诊 就来了很多 因为运动量 激增厚 身体不适的 所谓的运动达人 这些患者中 不乏存在半夜板损伤 脚踏人带损伤 软骨损伤 根肩断裂 肩胸损伤等等 这些严重问题 这些很多都是由于 不科学 不健康的运动行为导致的 李老师 那您说 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 如何避免这种运动损伤呢 预防运动损伤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几点建议 那么我把它总结到 这个答题板上 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没错 这个我估计 像我这身高 我就玩不了体操 我这一米八的个儿 我夸夸这么一翻 我非挫脖子 我的协调性反正也差点 身高也都玩不了体操 对 练哥这举重也不行 个儿太高 关键是我那小胳膊 也举不起来 那说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 以咱们这个健康运动队为例 您看我们更适合 开展什么样的运动 很多人呢 出现运动损伤呢 并不是因为 也不完全是因为 运动量过大 而是某些部位的肌肉呢 比较薄弱 或者本身存在关节微损伤 这个运动前呢 我们这个队员应该先做 做好评估 了解自身这个肌肉的骨骼 脂肪状态 这样可以减少运动损伤 可以到医院进行一套完整的运动功能的评估 通过体能测试啊 全面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 获得科学的指导 同时呢 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几个简单的测试 大家可以在家自测 说到这里啊 陪准团的两位小美女啊 咱们呢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配合李老师 咱们现在去测一下 正面站立 两腿并拢 保持双脚双膝并拢的状态下下蹲 蹲到一半的过程中 你看 膝关会打开吗 会打开 就说明大腿外侧的肌肉肌肩呢 处于相对比较紧张的状态 这样呢 在跑步的过程中呢 就很容易出现膝关节外侧的疼痛 在这里提醒电视机前的圈友们 如果做这组动作时 出现膝关节打开情况 应避免选择 如蹲起 跑跳 以及长时间站立 和长时间的走路等 加重膝盖负重 依靠膝盖发力等动作 关节二 脚踝 一条腿作为支撑腿 另外一条腿向外侧打开 在抬腿的过程中 坚持这个位置到五秒钟 在完成这个动作过程中 如果中心不由自主地向一边偏 甚至晃动 不能或者不能完成这个动作 那就说明了它的整体的平衡能力 核心肌群 还有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是不足的 第二个是单脚站 看看能否坚持十秒以上 如果晃动或失去平衡 都说明怀关节有功能不稳的问题 如有以上症状 应避免选择跑步 爬山 游泳 太极拳 打篮球等运动 关节三 肩部 对经常打球 出现肩关节不适的人群 往往是由于肩部有轻微的损伤导致 可以做类似招踩猫的动作 当小臂旋转时 如果动作变形了 会有疼痛 说明肩关节可能存在轻微损伤 如做以上动作 出现肩关节疼痛等情况 应避免选择篮球 乒乓球 游泳 羽毛球等运动 可选择较为舒缓的 太极拳 瑜伽 通过以上三组测试 您是否选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呢 做好计划 赶快动起来吧 哮喘慢足肺 阎都有把握 2283-7999 阎都哮喘病医院 提醒您稍后节目更精彩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足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阎都哮喘病医院 共同打造 任何爱夫妻 公平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8月20日 沈阳盛京龙城工厂精品红墓店 盛得开业 全部成本价 全部零利润 全店家具 给钱就买 红木拐杖 仅售19.9 花梨方凳 仅售99 真材实料 假一方式 支持全程比价 买贵一万 赔一万 只要你看上的家具 就一定有拿下来的价格 花梨大床一万二 酸汁餐桌一万二 花梨全屋 26件精品家具 仅需3万9千8 开一期间 买沙发 再送电视轨 买餐桌 再送餐边柜 良心开工厂 精心做家具 大厂大品牌 品质有保障 还也大周病 天天成本价 工厂店地址 沈阳中介 盛京龙城 东区四号门 好消息 东饼夏至 高珍堂中医 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 价值228元 三七分五十份 高珍堂三七分 精选到底药材 为350目以上的超细粉 溶解性高 吸收率 是普通三七超细粉的 三倍以上 品质高 疗效好 只要您患有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高血压 脑供血不足 动脉周样硬化 脑出息 脑梗死等 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出现心悸 胸闷 胸痛 气管 喘息 头痛 头晕 肢体麻木等临床表现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支线沈阳市区的 前五十名打击电话者 哮喘慢足费 阎都有把握 2283-7999 阎都哮喘病医院 提醒您 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会 这里是健康朋友圈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圈友 也有科学运动方面的任何问题 弄不明白的话 您可以向我们咨询 请记下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我们的专家会在电话机前 为您答疑解惑 刚才我们了解到了 咱们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健康状况的人 也应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 一定要以适合自己为主 那接下来咱们进行到准备阶段 那准备阶段 一起来看看科学运动的第二步 就是做好热身工作 那么通过热身活动 我们末端的毛血管会扩张 这样增加了肌肉肌腱组织的供血 使它更加的韧性更好 所以对我们防止我们肌腱 肌肉的损伤 运动过程中损伤很有必要 同时对像我们刚才说的 防止这些运动猝死 心脏血压的急剧身高 都有一定帮助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 要关注身体反馈 谨防运动过度 我们这里要注意两点 第一是运动的时间长短 第二是运动的强度 根据世卫组织有个建议 就是说你健身防病的运动量 每天大概大于等于30分钟 就有中正强度的活动就可以 建议您每周能运动5次最好 但不是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 尤其是老年人 这个机体功能衰退 运动后恢复慢 建议老年人运动时 一般每天在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也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 分段累计锻炼也可以 运动阶段运动量要循序渐进 有些平时不太运动的人 你一下子跟别人去跑马拉松 就很容易出现危险 同时还要注意调整运动强度 避免强度过大 进入无氧运动状态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就是运动后的肌肉放松 哎呀 这累了半天了 不得让自己放松放松 犒劳一下自己 这块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李老师 那么我们运动以后 为什么要进行放松一下呢 第一是我们高腔度运动以后 我们的肌肉会大量的充血在 我们血液会流到肌肉里很多 我们的那么血液回流 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样它平稳的过渡 另外我们肌肉经过大量的运动 我们堆积了好多这种代谢产物 像乳酸等这些东西 也需要我们比如说 我们通过泡热水澡 按摩等等这种方式 会消除这种运动后的反应 所以诸如此类吧 运动后的放松 是我们运动过程中的 一个必要的环节 刚才听李老师介绍 我就发现了 其实运动当中学问很多 并不是说我心血来潮 我这猛跑地圈一出汗就完事了 其实你看从准备到运动 一直到后来的放松 它是有一定科学比例的 是啊 你们这个健康朋友圈 这个运动队 你要想让它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 那就要注意前面我们说的几点 第一个你们要 根据队员的不同的体制年龄 你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运动量也不同 那么还要注意运动前的热身 执行运动过程中的强度 第三 结束以后的这种放松等等这些 只有这样科学健康的这种运动 你们这个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长久发展 是吧 好 那今天我们也总结了 健康队里的几位队友的提问 这也是很多圈友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接下来就请李老师帮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 得了骨质疏松那咱们还能锻炼吗 得了骨质疏松必须锻炼 因为我们骨质疏松呢 除了这个我们什么进行营养的补充 代谢的调整啊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力学刺激 那么力学刺激是防止骨质疏松 或者增加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么运动恰恰就是给我们这个力学刺激 提供力学刺激的一种方式 所以得了骨质疏松 你还必须锻炼 但是你骨质疏松病人的锻炼 你的项目的选择 强度的选择 要比普通人呢 要降低一些 采取循序渐进 随着你的骨量的增加 你的运动强度再增加 你的运动量再增加 这样就可以降低发生这个骨质的风险 李老师那下个问题就是 平常工作没有时间锻炼 统一呢是在周末的时候 来一个突击锻炼 这样可以吗 我非常不推荐这种运动模式 就是平时不动 周末大量突击 你突击就是大量的运动 这样青年人可能还能耐受 如果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平时不动 突然剧烈的运动 反而给肌体呢 器官呢造成损伤的几率很大 所以我们建议平时呢 你养成经常锻炼这种习惯 是规律的 循序渐进的 比如每周两到三次啊 每次不低于三十分钟的中等强度 普通人我们中等强度 我就可以 不要追求极致的高强度 这种有氧运动呢 我们再结合两次力量训练 这都是这样呢 就是比较好的锻炼形式 我们反对 平时不动 周末突击 特别是突击 有一定风险 下个问题是 每周进行规律锻炼 但是呢 每天久坐可以吗 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你久坐呢 会增加心血管 疾病这个糖尿病啊 这些慢病的风险 研究表明呢 这个即使每周规律运动 累积达到七个小时 如果你的一天当中 大部分时间久坐不动 就也不足以抵消 你这个久坐带来的健康危害 所以对于我们工作要求 久坐那些人群呢 在规律运动的同时呢 平时也要注意增加 非运动性活动 远离久坐 比如说我们 这个办公室文员白领 他的工作性的就是做 那你可以互相提醒着 半小时一小时起来活动活动